我现在所讲的是处理情绪和不被人影响 因为这是很多人 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情绪的影响 有些人可能以为 这是某些很情绪化的人被情绪影响 但我想说一点 这是侍奉的人也会有情绪的影响 侍奉的人的情绪跟其他人的情绪是不同的 有什么分别呢 普通人的有些情绪是哭啊 不开心啊 很烦恼啊 睡不了啊 传道人的或者侍奉人的情绪是怎么样 很大压力 很难帮助他们 做来做去都没有果哨 这也是情绪 其实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情绪 这是我们有没有处理 有各方面的情绪 有一个方法 如果用英文比较容易记得 我先用英文讲 Glad Sad Made Afraid Ashamed Hurts 什么意思呢 第一 这是你需要写下来的或者是录音 第一是开心兴奋 开心兴奋 第一种情绪 第二种 忧愁烦恼 忧愁烦恼 Sad 第三 Made 愤怒 激动的愤怒 第四 忧愤 A shame 那我看了 Glad Made Afraid Afraid 对不起 第四是惧怕 惧怕 第五 A shame 忧愤 或者是内疚 第六 第六 是受伤害 我再说一次 第一 开心 兴奋 第二 忧愁 烦恼 Sad 忧愁烦恼 第三 愤怒 你可以就写怒 路 路气的路 第四 怕 惧怕 一个字就可以了 第五 羞耻 内疚 第六 受伤害 如果我们留意到 我们里面的情绪的话 我们就能够处理 但很多人是 有很多谎言 很多谎言 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说 人骂我 当然就不开心 这个当然 是不是必然的 没有处理生命人 就必定会不开心 但处理生命人 就说 他骂我 如果我错 我就认错 我也不需要不开心 但如果他骂我错的话 是他的问题 我为什么需要不开心呢 所以有人说不好的话 不好听的话 我听了就说 是不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 我就认错 不是我的责任 我就说 不要紧 不要紧 心里就说 不要紧 就放手 我不需要吃 他的垃圾的 我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的人 都不会有这个意念 就是说 人骂我 我不需要被激动 我不需要发怒 但很多人就是 信这个谎言 人骂我 我就又不开心 人伤害我 我就又不开心 这个是 普通的 这种想法 但我知道 这个在神里面 不一定是这样的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节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节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帮助我 我不是要怕 人 能够把我怎么样 能够伤害我吗 人不能伤害我 所以我不需要 被人影响 我分享 一下我的家庭状况 我小的时候 首先是父母离婚 然后离婚之后 后来家庭就很多吵架 很多骂 打 以前是没有的 我就开始做噩梦 也很多 就是赌博 在这个情况 家庭很多问题 很多吵架 有些时候 吵到半夜 我想睡觉都不能睡觉 在 就是 家庭都是很多不好的东西 后来我信了耶稣 我发觉 了解 有证据 证明有神 我就非常地兴奋 真的有神 我就非常兴奋 然后我发觉 我赞美神 就很喜乐 我就开始说 神的方法 是喜乐的 平安的 家人的方法 是他们跟从世界 但我有向他们传福音 但他们不接受 但他们是 世人的方法 用世人的路气 世人的罪 是他们的问题 我就看到这个世界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世人的方法 一条路是神的方法 我就说 我需要被 世人的方法影响吗 我就很清楚 看到这两条路 的分别和后果 我看到这个 世人的方法 很多很多困难 所以我就开始说 不要紧 这是他们的问题 我就接受这个情况 当时其实这个情况 有些时候 后母骂我很多 我看着她骂我 我的心里面说 这是她的问题 她一边骂我 我一边看着她 我也不激动 这个我就开始学到 我将世人的问题分开 后来到 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更清楚地了解 因为我经历圣灵之后 有喜乐 喜乐涌流 我就保持 你们中间有人有喜乐 你需要保持 刻意地保持 尤其是聚会中 你经历 你就马上保持 我当时在聚会 不停地保持 不停地保持这个喜乐 然后在途中 在公共车上 也保持 在一边 爱慕神 有喜乐 但我不出生 不出生的喜乐 一边喜乐 整个路程 然后回到家中 也是这样 然后明天 也是这样 上一天也是这样 就保持到现在 我整天尽量用 尽量保持一种 平安喜乐的状态 如果我发觉 我里面有不开心 我马上留意到 因为我的心情是 通常都是平安喜乐的 所以我发觉 我有不开心 我马上留意到 我马上说 我可以做什么处理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了解一点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个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哨 是由仇心发出 我就知道 我的心 我的心情 我的情绪 影响我整个生命 如果人是有情绪化的话 他整个生命就不开心 整个生命就破坏 身体也不好 是不是 通常你发觉 有情绪病的人 他们都身体也有病 啊 药骨痛啊 头痛啊 哎呀 睡眠啊 哎呀 整个身体都不健康 很容易累啊 你发觉我昨天 一边讲 讲课 从早上到晚上 都是这样 有力量 我里面是轻松的 所以我不觉得累 这个是 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里面 神创造我们有力量的 当你放松的时候 就有力量 倚靠神的时候 就有力量 你不倚靠神 你烦恼 就没有力量 我曾经经历过 很清楚 有一次 我在吃饭 然后听到一个 很不好的消息 我完全不能吃饭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个情况 突然 在听到一个 坏的消息的时候 马上 完全没有灰口 马上影响 所以如果一个人去 常常不开心的话 整个生命就影响 但很多人说 我的老公不好 儿女不好 老婆不好 教会不好 传道人不好 教友不好 邻居不好 所以我不开心 但别人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 背负他们的烦恼呢 这个世界总是罪 总是有罪 是不是 总有罪 为什么我要背负 每个人的罪呢 我是活在耶稣里面 我是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了解到 你有情绪的影响 你就马上处理 我告诉你 我认识不同的传道员 都说 他们都很大的重担 他们听到这个轻松得胜 就说 哇 可以这样轻松啊 可以这样开心啊 他们都说 我真的需要这个教导 真的需要 处理我的内心 好了 上面有五点 无人能伤害我 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因为神保护我 这是他们 耶稣曾经说 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 但那杀身体 又杀灵魂的 你正要怕它 但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信靠神 没有人能够杀 我们的灵魂 首先没有人能伤害我 神会祝福我的 第二 没有人能夺走 神的恩典 我爱神的话 圣经说 神为爱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的 恩典 神不是说 你爱我 而且没有人攻击你 你就有 想不到的恩典 神没有这样说的 我再说一次 经文没有说 我为爱我的人 而且没有人攻击人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神是预备的恩典 就是你有攻击 这是别人攻击你 你还是 神还是要祝福你 神还是要这样恩典 想不到的恩典 赐给你 就是全世界攻击你 也不能夺取神的福气 但有人说 他们会骂我 伤害我 我们就说 他打我 就是去打我的身体 但我依靠神 有一天我们被逼迫的时候 有人打我们 伤害我们 我们就祷告 你的同在告诉我 你在这里 你在我里面的比 在世界上的更大 你在我周围 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陪伴我 所以他一边打我 不要紧 每一次他打我 我依靠神 神都永远纪念 永远赏赐 这是用圣经的方法 放下这些攻击 其实现在都没有人打你 是不是 曾经有一次 因为人的说不好的话 影响我 我就说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面对逼迫 我说现在他还没有用棍打我 所以 这是言语 有一句话神给我的 他的言语 停留在空气中多长的时间呢 一秒钟也不够 就消失了 但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所说的话 非常重要的 对你们处理生命 是极度极度的重要 对你们的事奉 也极度极度的重要 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 这些人的话语 停留在空气中 不到一秒钟 但很多人就是抓住这句话 他说 我很蠢啊 他说 我没有用啊 他说 我不急 他骂我啊 我们就觉得 很痛苦 但他骂我的话 他的话没有权柄的 神的话才有权柄 神拣选 拣选 世上宇宙的 叫有智慧的 秀举 我虽然不如有些人的聪明智慧 但神能够叫我变为聪明智慧 所以他说什么说什么话 不要反复思想 很多人是这样的 睡觉的时候就思想了 他今天骂我啊 他今天伤害我啊 他今天害我啊 我们不停 我们不停细想就不能睡觉 这样的话 他害你真的临到你身上 他真的害你 因为你反复细想 你不反复细想 细想神的恩典 的话 你就能够放手 我用一个例子 我曾经说的 右手代表神的恩典 人对我好的地方 左手 人的不好 我自己的不好 困难的情况 很多人 没有想到好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生人都很多好的东西 很多人没有思想这些 就思想 啊我的老公老婆不好啊 儿女不好啊 环境不好啊 啊教友不好啊 都去思想这些 我们就不停地吃垃圾 你喜欢吃垃圾吗 你今天早上 有没有吃垃圾了 啊吃啊吃 但这是有害的 但有些人在床上 啊他对我不好 哎呀他害我 哎呀他骂我 整天在吃 所以就有很多问题了 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 或者是教友很难帮助 啊吃风正困难 很重担 我告诉你 其实我吃风的时候 见到有人很愿意改变 我感谢神 我也看到有人不愿意改变 我是不是要背负他的重担呢 不需要 我关心他帮助他 但他还是总是负面 我劝导他 他还是不听的话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要背负他的重担 因为耶稣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当子是清晨的 我的责任就是宣告神的恩典 而且关心人 帮助人 但我没有责任 负责他必定改变 我尽力帮助他改变 但他改不改变 一方面是神的工作 另外是他有没有接受神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都接受 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 都习惯想不好的东西的话 或者是在平时都思想的话 你就放手 你就说神必定祝福我 就是有一天被逼迫的时候 也说神会祝福我 有些人说 我的情况很困难 你们中间有些人健康有问题 你就说 但这个困难太大了 所以不能不烦恼 但我说 你越烦恼 你的疾病越严重 是不是 你越轻松 你留意一点 如果你身体现在也不舒服 你轻松一下 放松 想着耶稣深呼吸 有没有理议 你的不舒服会减少 你再试一试 如果你有地方不舒服的 你想着耶稣 深呼吸 放松 有没有觉得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会减少 会的 所以你整天都在美主 享受神轻松 你整个身体就更健康 你的痛苦就减少 是不是 所以耶稣说 你不能用思虑 就是叫你的寿命多加一克 我们不能用思虑改变任何情况 但我们依靠神 享受神在主里面喜乐 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改变事情 如果有人快要死了 他希望他的儿子到来到 但他的儿子还有15分钟的时间 但他烦恼 哎呀我等不到了 等不到了 他越烦恼就快快死了 但如果他轻松 见到就见了 不见到也不要紧 天堂见 耶稣很好的 轻松 反而你可能能活长一些 反而事情更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处理所有问题 侍奉的问题也是这样 侍奉困难 同工困难 教友困难 我们尽力做 我们可以做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没有人能够夺取神的恩典 而且你整天喜乐 你的侍奉更有力量 是不是 阿里路亚 我告诉你 无论怎么样 什么情况 有什么 不顺利 我就尽快 几秒钟放手 为什么呢 我放手 我就更有力量 祝福更多人 所以这是我的 靠神的决定 就是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不要被人影响 人不能夺取 夺走 神的恩典 第三 我不是要介意人伤害我的 他说什么话 他说你没有用啊 他说你光头啊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我不是要介意的 没有人这样说 我就是 开玩笑 不要受我光头啊 第四 我不是要受弱 伤害性的话 他说什么伤害性的话 其实他很惨的 因为他到神面前 圣经里面说的 伤害你们的 就是伤害我 他们伤害我们的 就是伤害基督 所以他们将来要面对很大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 求神 勒敏他 叫他悔改 否则他要受很重的惩罚 他很惨 他骂我 他比我更惨 第五 可以体恤伤害我们的人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有些人容易伤害人呢 因为他被人伤害太多了 被人骂太多了 他没有处理 你留意一下 有些人常常骂人 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周围 都有这些人的 是不是 都是有一些容易骂人的人 你留意 他们从小都是不开心 他们语言相处也不开心 也没有好的朋友 所以他里面 撞着都是伤害 都是垃圾 他们说的都是垃圾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什么情况不好 都是垃圾 口里出了 都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体恤他 其实他很可怜 我就尽量 让神的恩典 留到他那里 欣赏他以上 你可能说很难找到 欣赏的地方 但他任何做的好的地方 任何帮助你的地方 任何对人好的地方 就是他对儿女有好的地方 你也欣赏他 他会很开心 因为可能从来没有人欣赏他的 你是第一个 你欣赏他 真的吗 真的我是这样吗 他就很开心 他就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体恤他 就能够连续他 就能够为他祷告 祝福他 说柔和的话 耶稣就说 耶稣说什么呢 人对你好 你爱你的人 有什么赏赐了 但你爱你的敌人 就必有赏赐 所以他对你不好 你还是对他好 你必有赏赐 而且你整个生命就喜乐了 是不是 我希望我们都留意 整天都尽量 其实方法是这样的 尽量留在喜乐的状态 哈零雅 扎美酒 整天就喜乐了 你有没有发觉扎美酒 然后放松 你就轻松的 哈零雅 你试试做 哈零雅 你整天在这个状态 哈零雅 你就整天喜乐 然后你留意到有不开心 你就马上处理 那不要这样 有些人是这样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不开心 这里有没有不开心 这样的话就 就容易烦恼的 不是去找烦恼 而是说我在平安喜乐中 我的思想都是平安喜乐 然后发觉有什么影响 我的喜乐我就处理 不是说我找一找 是不是因为我的儿女 我的老公老婆 是不是教会 是不是有些烦恼 不需要去找 就是说我扎美主 平安喜乐 没有人影响我 感谢主 有人影响我 马上处理 我不需要受他的影响 我可以享受神 神必定祝福我的 这句话非常的宝贵 罗马书15章3节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今生所记 辱骂里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辱骂 我们的辱骂都落在基督身上 基督受了很多人的辱骂 但基督不介意 但他领受了很多人的辱骂 所以骂我们的人 其实是骂基督 他们很可怜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们就放手了 然后将敌人的攻击 变为转机 什么意思呢 本来他们是攻击我 但我将这个改变为 改变我生命的地方 诗篇23篇5节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血缘洗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被满意 敌人攻击了 但神为我摆血缘洗 敌人攻击的情况 可能是很困难 但我亲近神 神就为我预备联洗 怎样预备缘洗了 好了 有人骂你 有人伤害你 你就祷告 或者是找几个基督徒 一起祷告 你祷告之后 神的缘洗就临在了 你就有平安喜乐 或者是有基督徒安慰你 有基督徒帮助你 有基督徒给你一些智慧 其实这些都是好东西 但很多人不需要思想这些好东西 他是思想 这个人还是骂我 还是伤害我 你的注意力就留在敌人 但我们就留意在 神的儿女怎样祝福我们 神的儿女怎样帮助我 所以我们在照会里面建立一群 敬近神爱慕神享受神的儿女 愿意为人祷告了 你的照会就很有力量 我希望我们回去 你的照会 都常常爱慕神 所以我鼓励你们 多用这些赞美的诗歌 其实这些录音我会放在这个电脑 你有方法的话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然后放在你的手机 放在你的右盘 上次来的放在你的右盘 我上次的录音都放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都 我会发给他们 但这个很大的 很大 所以需要 先发一点 就是 希望你们都放在心里面 也可以应用我的教导 也可以将我的录音播出来 播放出来 让人去听 好了 如果你的照会整天都赞美主 哈利路亚 就轻松喜乐 整个照会都喜乐平安 而且习惯按手祝福其他人 如果有邪灵的 不要按手 有邪灵的 其他人为他敢邪灵 直到没有邪灵 或者是常在最终的 常在负面情绪的 不要为人按手 因为负面的东西 也可以传递 如果这个人是爱神的 依靠神的 就可以为人 按手祷告 这样的话 就能够 带来祝福 有人攻击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家中 神就为我摆设言习 我就可以享受 人从神得利 我就注目在这个 神的世界 在照会里面 弟兄姐妹这个 比起相爱 我就注目在这个 所以被人攻击 反而成为我得利的机会 其实我告诉你 我在世奉起初 第一个教会的时候 因为这个同工的攻击 批评 我就有多年的被影响 但这个多年的影响 反而帮助我 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唱诗篇 我的心平安静 好像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平安安静 我就这样唱 常常都唱 我就觉得很平安 很轻松 这个就是 这个功击反而成为我的祝福 但我对这个人都是常常祝福 我上次回到这个地方 我也祝福他 我也为他预备了一个盘子 上面写着一些字 我就写的是什么了 神纪念我们给人的一杯凉水 你曾经帮助很多人 他真的帮助很多人的 他是侍奉很有力量的 他就是很难接受别人 好像不像他这个样子的 他就不接受 但他自己侍奉是很有力量的 他帮助很多人 我就说 耶稣纪念我们给人的一杯凉水 他也必定纪念你所有所做的 我就送给他这个碟子 这个是说 我就是祝福人 不介意人所做的 这个功击就成为我的转机 我的生命就改变了 你看看上面的字 敌人功击 神为我预备言习 这个是转机 这个言习就成为我的恩典 然后神的油就高抹我 就神的恩告 神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就高抹我 然后我就福被满意 我的恩典就满意了 是不是 非常美好的一句经文 是不是 哈利路亚 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言习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被满意 我整个生命就丰盛了 然后上面的经文 以赛书51章12节 唯有我去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就是神是安慰我们的 为什么怕那些必死的人 人都是必死的 而且神要攻击人的时候 神随时可以攻击的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传导人 他的确侍奉很有力量 帮助很多人 但他主要是用压力的方法 他也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后来有情绪的问题 他吃一些精神药 在他侍奉的过程 一方面他很有果效 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对别人的要求也高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我不是 其实我是想祝福他 但我是讲出这个事实 他的确是这样 所以他后来被自己 这个批评的心态影响 就伤害自己 就吃这些精神药 情绪上就受影响 到他现在的情况 这是他已经 这是被这些精神药影响 很严重 这个就是说 人都要软弱 其实这个人 神会赏赐他的 但他的确为他的批评人 受很多苦 他以为批评人是改变人 以为他不好 我就要批评了 但其实自己受苦 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就知道 跟从神的路 对我们最好 好的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能要 忧善的灵食骨枯干 好的 整愿有喜乐的 属善神和人的恩典 任何神和人对我做的 然后 忧善的人是怎么样 赎赏自己的痛苦 你有没有赎赏自己的痛苦了 第二 喜乐的是 亲近神 尊重神 神就欢喜 我也喜患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我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就欢喜 他欢喜 他在笑 他因我喜乐而欢呼 我也喜乐而欢呼 是不是 神也喜乐 为什么不喜乐 我告诉你 很多基督徒 没有享受生命的 细想的 很多夫妻也不去享受的 最求的少可能享受 结婚了 就去煮饭 做工 赚钱 照顾孩子 都去做工 很少去享受的 你想一想 你与你的配偶 有没有享受 你有没有享受生命 有没有享受失奉 很多人没有享受的 为什么 很多要做的 很多困难 很多麻烦 很多人的问题 注目在这些问题 就痛苦了 但如果我们说 我今天有帮助人 神就喜悦 我今天有信尽神 神就喜悦 我坐在小子身上 神就喜悦 神喜悦 神在笑 我也笑 哈哈哈哈 困难吗 但有些人说 这个方法太傻 傻 傻啊 傻 傻 你讲不讲 怎么讲啊 普通啊 傻 傻 太傻 太傻 但我告诉你 但是根据圣经的话 圣经说 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赏 赏赏就是说 神会喜悦 一个罪人悔改 神都喜悦 天堂都欢喜 所以我们 侍奉神 他必定喜悦的 这是最小的事情 神也喜悦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喜悦的 天堂是开心的 所以我也可以开心 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话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 抓住这个应许 神开心 我也可以开心 他因 这个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他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好的 优胜的人是怎么样了 他们觉得痛苦 代表神不爱自己 很多人这样说的 我有病 神没有义气 神不爱我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以前有受很多苦 但我没有说 这是神的问题 这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知道 这是人的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 这是我感谢神 在我神学院 很看重这个平衡律法 和福音 现在我将这个扩张 为恩典和律法 他们讲的主要是福音 但我将这个扩张 为恩典 我就常常相信神的恩典 但很多人觉得 我有病 没有义气 是神不爱我 但这个是错误的 然后下一点 喜乐的心 我接受人有罪 人会犯罪的 其实你留意 骂人的人 好像不能停止 骂人的 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觉 骂人的人 这是习惯骂人 是不是 你就接受 他这是骂人的 就好像他是唱歌 他就唱了 我不是要理会 这是他的问题 他就是 整天都是骂人骂人 这是他的问题 好的 忧伤的人是怎么样 不接受人的罪性 他为什么会这样 基督徒也这样 传道人也是这样 不能接受 我告诉你 人人都有罪 我也曾经有罪 我也会有罪 现在也会有罪 我尽量尽快地处理 但人总会做错一些事情 说错一些话 我们不要看到人的罪 觉得很惊奇 都必定有的 下一点 喜乐的人是怎么样 清理自己的 别人的伤害 所有伤害都放手 我想问你 你现在心中 是不是藏着 很多的伤害 别人的伤害在里面呢 还是藏着 很多神的恩典呢 幼上的人是怎么样的 反复思想不好的人 总是说人怎么不好 好了 喜乐的心是怎么样 清理自己的自责 有些时候 我们做错了 有些时候 我也会思想 我的做错的地方 但我说 我上去不要做 但不会说 真不好 为什么那些会这样做 为什么那些会这样做 但这个没有用 已经做错了 不能改变 但我可以改变的是 我以后不要再做错 但我不要再自责 因为神必定赦免 所以我不要放在心上 幼上的人是怎么样 反复自责 总是说 我做错了 我做得不好了 然后最后一点 喜乐的是活在神的喜乐中 常常活在神的喜乐 神喜悦我 我亲亲神喜悦我 所以我也喜乐 哈利路亚 幼上的灵是怎么样 整个生命被拆尾 求神帮助 是不是 求神帮助我们都应用这些教导 可以吗 我刚才所说的 有没有人有提问 可能有人说 我的问题太大了 你所说的理论化 太理论了 其实我是用很多实际的情况 说出来 但如果你说 我的情况太难了 我太难放下我的负面想法 我想再说一点 处理负面的思想比较容易 处理负面情绪难一些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 有一个人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的心里面 当时真的觉得很不开心 我马上处理 我就说不要紧不要紧 神必定祝福我的 我爱神就可以了 到晚上我醒的时候 半夜醒的时候 发觉我的内心 好像有刀割的感觉 很不舒服 我就圣告 神是爱我的 这个人说的话不要紧的 他的攻击不要紧的 不要放在心上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然后当时就平静了 第二天晚上醒过来 没有刀割的感觉 但还是会想到 这个人的情况 还是有些不舒服 我就每一天处理 过了几天就处理好 我就发觉处理思想 它不能害我的 这个思想可以很快 但这个情绪会继续留在我们心中 直到我们继续地处理 继续地处理 我们就能够放手 其实你们可以拍照片就可以了 不需要超很长的时间 用手机拍一拍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发觉这个很重要的秘密 就是说你发觉你被人影响 你可以每一天宣告 我以前因为这个攻击 这个批评 我就发觉有些时候我洗碗 洗碗的时候 因为洗碗的时候没有 思想比较平静 因为我平时都是很多写作 很多事情做 所以不会想到 不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出现 但我发觉我有些时候洗碗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惧怕自己走出来 我就马上处理 我就说所求于管家的 需要他有忠心 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我就说神必定喜悦我的忠心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我可以喜乐地 神喜悦我的事奉 我可以感谢神 享受神 我就赞美主 我就平安 但第二天 这个惧怕又来 我们每一天处理 每一天处理 处理我的思想 然后处理我的情绪 每一天处理 慢慢就没有了 所以我鼓励你们都处理 你会发觉这些负面的情绪 会重复出现 有些人就说 我今天又烦恼了 可以做什么呢 再一次处理我们的思想 通常情绪是来自思想 什么意思呢 他骂我 为什么我会不开心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很委屈 所以我就会不开心 是因为我们的思想 我用一个例子 两个基督徒都很忠心 侍奉神的 两个都快要死了 两个都有癌症 例如说两个都有癌症 第一个就说 我一生侍奉神 我忠心的侍奉神 临死还有癌症 真痛苦啊 另外一个说 我忠心侍奉神 神必定纪念 我现在有癌症 我靠要见主的命 我去天堂就没有癌症了 我去天堂就很开心了 两个都有癌症 但他们的思想不同 第一个是说 神不公平啊 神没有用 因为我的 我的事奉而善待我 真的不开心了 但另外一个人说 不要紧 神是爱我的 我死了就去天堂 更快乐没有问题 这是他们的思想 影响他们的情绪 第一个人就整天都不开心 但第二个人说 不要紧 快快死掉也不要紧 快快去天堂也不要紧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被影响 所以这个思想 很多人有什么思想呢 人伤害我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要不开心 人不听神的话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要不开心 其实人不听神的话 是他的问题 学会有不好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不开心 我有健康问题 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不开心 人都是有这些思想 但其实说 这是接受 人生就有痛苦 不要紧 人就有罪 不要紧 这样的话我接受 但我接受 最重要神是爱我 神是祝福我 神是常常纪念我的 所做的 所以我可以开心 快活 生活 哈利路亚 这样的话 这个思想就改变 同时我们的情绪 整个改变了 改变思想 然后亲近神 有平安喜乐 常常亲近神 就常常有喜乐 常常有喜乐 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